2号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林芳正 王毅表示 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但不时出现各种杂音和干扰 根本原因在于日国内一些势力 刻意追随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 中国对日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愿同日方一道 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5周年为契机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林芳正表示 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实现双赢和多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